DSE 2020 ICT 第25题 MC 题目问,当一个人过程搜查网网网时 其实政府的官方网协 https 无号两册www.gov.hk 就问考生究竟当你浏览的时候,浏览会涉及什么的Protocols,什么通讯协定 这里首先要解解Protocols是什么来的 其实所谓通讯协定就是一些电脑,一个Network Network上进行沟通的时候,Communication 大家要遵守一些共同的规则,这样才能沟通的 有些类似我们平时跟人沟通的时候,都有一些语言的文化 要共同遵守一些规则,不然大家很难沟通的 电脑一样,那些规则就叫做Protocols 好,一,FTP这个Protocol,究竟有没有涉及的呢 说明是Browseing,只是看一个网页 看网页就会涉及这个 第二个,现在这里是HTTPS,即是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 而FTP全名就是File Transfer Protocol 即是给你下载档案用的通讯协定 所以一,这里很明显不需要的,不需要FTP 第二个,IP,Internet Protocol 这个很明显就是需要的,因为IP其实属于TCP IP 这个Protocol的组合的一部分 而TCP IP这个Protocol组合,亦都是互联网上的电脑溝通的Foundation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需要的 好,第三个DNS 看下DNS就是Domain Name System 那什么叫呢?DNS呢? 其实它是一个Domain Name 这个网子Domain Name的翻译系统 它会透过一个伺服器,譬如叫Domain Name Server 譬如User在浏览器的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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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找到那个真正的政府网站的伺服器的位置 所以这个DNS就是做一个翻译网站 Domain Name变回IP address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又或者我们叫做Service才对的,即是一个服务 所以看下3好像是一个Service 就不是一个Protocol 不过如果你再深入想清楚一点 这里涉及了两个电脑之间的沟通 一个输入一个Domain Name 一个返回IP address 其实一有沟通的地方 很大机会就会是一个Protocol 所以是一个某种形式的通讯协定 如果在Wikipedia找回DNS 其实也是一个Protocol 是有所谓叫DNSProtocol 所以最后3都是对的 所以答案就是D for Doc 好,我们看看这些证据 即是看看Wikipedia 讲Domain Name System是怎样说的 很明显讲 就是Translate Morated Memorized Domain Name Numerical IP Address Need for Locating and Identifying Computer Service 专利做翻译的 原来1985年已经开始有DNS 85年之前就没有 可能真的要打IP address 才找到一部电脑在互联网上面 但85年之前 用互联网的人是相当少 因为那时候还未发明 WWW就是World Wide Web 即未有HTML 但这里也显示到 它除了是一个Database Service之外 它还会Define DnsProtocol 这儿真的有证据 这就是一个Protocol 因为它怎么涉及 两部电脑之间的沟通的规则 所以它也是一个Protocol